要说28岁的男人有什么特别 就是 你既容易沉免于他的身体 也容易沉免于他的爱情 灯红酒绿里 我在人群中藏匿 已经将近半个晚上 期间很多男人端来酒杯 想请我喝一杯酒 我都拒绝了 我的眼神只停留在那个人身上 他年轻英俊 仿佛海神波赛东 劈开人海走到我面前 他看了看我面前仅剩一口的酒 举起自己的酒杯 轻轻碰了碰我的杯眼 然后轻声在我耳边问道 走吗 一道邀请 DJ换了舞曲 舞池里的人奋力跳动起来 我将杯中酒一而尽 笑腻了他一眼 去哪儿 我问他欲带泥章 他轻轻笑了 28岁的男人 年轻的刚刚好 成熟的刚刚好 声音落在耳朵里 尖头起了一层薄薄的站立 我可耻的心动了 没说去哪儿 但身体有他自己的意识 仗着发酵的酒精 人变得格外大胆 我们手牵了手 去便利店买了饮料 我拿起一包小雨衣 他看了一眼又笑 小了 然后自己拿了另一包 放进购物栏 我可耻的红了脸 走的时候 我竟特别想吃便利店 那种便宜但极其甜的冰激凌 太买给我了 然后就手拉着手 在路上散步 吃得没有化得快 手上沾满奶油 我有点狼狈 他牵起我的手 帮我擦指尖 然后轻轻喊了一下 嗯 好甜 我的心脏像被电击一样 突然就鼓动不止 我们去了酒吧最近的酒店 还没打开房门 他就稳住了我 我以为我会感到羞耻 但没有 我感觉很快乐 一种久违的晕眩和炙热 将我包裹 年轻的男人很温柔 拥抱带着侵略性 却给人安全感 非常完美的一晚 只是累积之时 我仿佛听到他喊了我的名字 软软 软软 凌晨十分睁开眼 身边的男人睡得深沉 他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 但这大约是我的幻觉 他本质不应该认识我 我轻轻挪开他的胳膊 轻轻下了床 穿上裙子 提起高跟鞋 掏出口红 在洗手间的镜子上 写下了我的号码 然后转身离去 仿佛一只蝴蝶 亲吻沉露 然后离开 这天晚上 路朗带走了我 在霓虹森林 一群猎人之中 而他 也恰好是我的猎物 走进电梯 光滑如镜的金属门板 映出了我的脸 冷静肃目 与昨晚盼若两人 我看着自己的眼睛 莫名觉得有点陌生 上一次这样看到自己 是躺在手术床上 做植物手术的时候 我在床边的铁盘边上 看到了自己的眼睛 也觉得陌生 像困兽 明明不想要孩子 明明身体也不适合怀孕 却还是心软于男人的哀求 为了留住爱情 献祭了自己的身体 事实证明 每一段需要牺牲打底的爱情 背后都写满辜负 我眸光见冷 刚刚升起的一点愧疚 也轻轻抿然 被人辜负 也辜负别人 这世界才是公平的 不是吗 路朗的电话 在下午7点钟响起 没有我晚上还在酒吧见面 不同于前一天晚上的 黑丑裹身裙高跟鞋 我穿了一件奶白色的 方领衬衫 泡泡袖 宫廷款 下面是一件紧身牛仔短裤 穿一双罗马凉鞋 我的腿很白也很细 我当然知道 当我坐在吧台边上的时候 会给人造成怎样的视觉冲击 但我要的正是这样 我正与一个斯文的成熟男人交谈 对方给我讲一个纪录片 确实有趣 我听得津津有味 正巧我的酒不小心撒在腿上 他拿起纸巾 要帮我擦拭 我的肩膀上 我仰着头看他 喂 你这样 我脖子很累 陆朗单手扶住我的脖子 另一只手捧着我的耳朵 然后低头吻过来 身边都是起哄的尖叫声 而我的脑海里也在放烟火 如果是十年前的 我遇到现在的陆朗 我一定会沉迷在他的蚊里 为他摇起呐喊 可惜 此时已经是35岁的我 陆朗撤开唇 看着我说 我叫陆朗 记住了吗 我勾唇一笑 伸手扯住他胸前的衣服 用力拉近 反客为主地稳住他 稳后 我们温存地依偎在卡座里 我在他耳边倾笑 陆朗叫姐姐 陆朗不满地扯住我的手 去我家 我磨光一转 不行咯 今天有事 要走了 他脸色马上难看起来 耍我 我轻轻摸了摸他的脸 陆朗要乖 姐姐才会喜欢你 话落 我又吻了吻他的耳朵 彩琳的手提袋 穿过人群走了 卡座里还留下了一条粉色的 Dior星座丝巾 出门之前 我还特意喷上了 橘彩星光的香水 属于少女的橘子甜香 是我们接吻的时候 对我车松故意留下的 因为这次之后 我预计一周不见路了 那么一件能让他 毒死人的物品必不可少 当然 我是在欲擒故纵 但更重要的是我生理期到了 经过两次试管失败 我的身体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其中一个就是 生理期变得极其疼 每次都只能疼得发抖 过床休养 每到这个时候 我对林恒生和宋妙可的恨意 都汹涌而来 晚上 我躺在床上 打开电热毯 腰腹间的酸痛 已经让我无法直立了 林恒生的电话过来了 仿佛还是什么事情 都没发生过的天下太平 温柔的让人产生错觉 软软 你今天是不是又不舒服 嗯 吃东西了吗 嗯 你有事吗 我装出一点哭声 对面据说 爱了我十年的男人 马上溃不成军 我来看看你行吗 我沉默一会儿 才说别伤妙可的心 然后我就挂断了电话 我还需要折服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和宋妙可 是二十年的好朋友 从初中就在一起逃课唱K 一起打得闹闹嘻嘻笑笑的过日子 直到十年前 我为了林恒生北上 他迷恋上一个年轻的学弟 无法自拔 他不认可我为了男人远赴他乡 我不赞成他吃恋大衣学弟 没有结果 我们大吵一架 分道扬镳 直到一年前 我两次试管失败 他过来看我 照顾我整整一个月 给我煲汤做饭 陪我追去说笑 我们的感情迅速回暖 直到后来我身体恢复 宋妙可决定回家 我舍不得他 颇有两天郁郁寡欢 还是林恒生跟我说 可以请宋妙可做家庭助理 一来他常常出差 我恢复工作之后也会很忙 家里需要人打理照顾 二来我心情不好 妙可陪我 我好不容易开朗几分 三则妙可在家里情况也不是很好 具体他没说 但来看我 除了担心我 也是想出来透透气 给他一份工作和收入 皆大欢喜 我有点迟疑 可小区里请家庭助理的 都是有两三个宝宝的家庭 林恒生抱着我 轻轻摇了摇 充满爱惜 你为了我吃了这么多苦 我们这辈子没有宝宝的缘分 余生你就是我的宝宝 我就要给你请助理 照顾好你 我当时热泪盈眶 我想 虽然违背了初衷 做了那么多自伤的事情 但总归没有爱错人 爱情总要牺牲的 不是吗 我欢心鼓舞的请宋妙可留下 他一开始有点抗拒 后来又叹息 对我道谢 但不管怎样 宋妙可留在了我的家里 我和林恒生结婚了五年的家 开始确实还是很好的 家里总是窗明激进 所有的东西都按照我的心意 在他们该在的地方 从前我总是养不活绿植 连仙人掌都会死 宋妙可买了天堂鸟和秦叶荣 都惺惺向荣 家里一下就焕发了生机 从小时候就是 宋妙可下来比我温柔有耐心 擅长照料别人 我也有了一点斗志 重新回到了职场 我做会展工作 做过一开始的空窗期 就开始跟着客户全国跑 哪里有会议 就去哪里兵之行 做过会展的人都知道 每一次会议活动都想打仗 再严谨认真 意外都可能出现 精神需要高度 集中 等我再把精力放回家里 已经是半年后的国庆假期 宋妙可回了家 林恒生出差没能回来 我一个人在家里休息 我的作息很规律 每天早晨吃早饭 然后出门散步 无睡后去小区的健身房健身 基本都是懒到不出小区大门 但我逐渐感觉到 总有人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欲言又止 仿佛有话说 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隔壁楼宋太太跟我关系还可以 我们曾经因为地库渗水的事情 一起跟物业干过价 有一点革命情义 于是我喊她到家里 只言不讳地问她 小区里总有人用奇怪的眼神看过 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宋太太先是慌张地握了一下水杯 又仿佛胖道的手 看着我露出甘大的笑 那段 这都是传言 我不好说的 我心里生起不妙的预感 于是握住她的手 非常诚恳地说 我们都是女人 有话不防止说 我认你一个人情 宋太太看了我一会 叹了口气 我也是听说的 你也别一下就当真 但她又补充 也别不当真 就自己注点一 原来我出差的日子 林恒生都不出差 而是在家里跟宋妙可过二人世界 我们小区虽然不便宜 但楼间距还是不够远 有邻居见过宋妙可 穿着吊带短裙 在家里走来走去 全然不是往常在我面前 整装束带的模样 他们俩会一起去看电影 看展览 在小区里散步 一起买菜回家做饭 邻居们常常疑惑 我与林恒生究竟是何关系 太太好像是离了婚 林恒生娶了新妻 可没几天我又出现在家里 后来就有了奇怪的传言 说因为我生不出来孩子 就找了个人来给林恒生生孩子 说林恒生真是厉害 在这社会还能享受其人之福 宋太太走后 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了很久 整个人像在冰水里抛过 周身发冷 可又像滴血糖饭了 眼前一阵阵发黑 一点力气也没有 我靠在沙发背上 又像被烫到一样坐直了身体 从前林恒生最喜欢在沙发 后来他和松尿可也许也 太恶心了 我冲到洗手间哇哇大吐 我一天没吃饭 吐得全是苦水 整个人都在发抖 原来情绪不好 也会像生了重病 有冰死之感 晚上生理气又来了 我躺在被子里发抖 哭到哽咽 林恒生给我打电话致歉 我知道你今天会不舒服 但软软 真的对不起 我不能陪你 我只顾哭 并未应声 我根本没想好应该怎样 林恒生觉得我是身体不舒服 又委屈 也没多想 第二天早晨 我就收到了他点好的早餐外卖 这么多年 林恒生一向是个体贴的好丈夫 我也从来都是被人羡慕的那个人 可风水轮流转 当初羡慕我的人 现在都成了看戏的观众 眼看着我的家里 演出了这样的大戏 我并没有拒绝这份早餐 我甚至为了吃这顿饭 特意洗了澡 化了妆 吹了头发 换了衣服 然后坐下来 面对青州包子 像面对一顿法师西餐 郑重的 忍着腹痛 一点一点吃下了他们 我已经决定了要报复 任何人都不应该辜负别人之后 却能全身而退 从前我师父说过我 如果肯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 会是个特别厉害的策划 不是因为我总有其思妙想 而是因为我心思缜密 且擅长统筹 有一场大型会议 可能涉及三到四个城市 一千多人 五到七天的多场活动 穿插着不同的重要嘉宾 和重要事件的传播 但我都能完成得很好 我没想到的 是有一天会把这些能力 用在家里 但第一步 我未曾权衡利弊 就做出了决定 我要离婚 国庆假期的尾巴 我特意告知了宋妙可 我明天要去看一个会展 就不回家了 但你要回来呀 我买了一条小金鱼 一天不换水都不行的 宋妙可承诺我 明晚一定回到家 然后我又给林恒生的助理 发红包 偷偷确认了林恒生的行程 知道他也是明天的飞机抵达 又告诉助理 我准备给林恒生惊喜 让他不要生长 那男生本来就嘴言不爱八卦 当然成了我绝不让林恒生知道 走之前 我在家里装好了 从公司拿来的八个摄像头 来秒说明初设置好直播模式 然后提着箱子走掉了 我当然没去什么会展 而是找了一家酒店 打开电脑 准备观赏直播大戏 直到晚上八点多 宋妙可先到了家 他先是各个房间转了一圈 确定没人 然后去洗了澡 换上了一件蕾丝半透明的睡衣 然后坐在客厅 拿着手机看信息 过了没多久 林恒生就进了门 他一把将宋妙可抱在了怀里 我咬紧牙关 狠狠合上了屏幕 直播同时设置录播 我不看 这些画面也都传到了我的云端账户里 第二天 我满脸泪痕 一身狼狈地冲回家里 惊醒了一对野鸳鸯 然后不顾林恒生的挽留 宋妙可的尖叫 各自打他们一个耳光 就伤心欲绝地走了 因为林恒生婚内出轨 且我留存了证据 我成功拿走了全部财产 除了那个房子 但这只是第一步而已 我本来做好了一个人躺试七天的准备 七天陆朗给我打了几次电话 都被我拒绝 最后他说 我真的想见你 可能是因为回忆使人伤神 我也实在虚弱 就把地址告诉他了 他来得很快 只是打开门 看到一个脸色苍白 只穿着一件睡裙的我有点呆愣 但很快他板起脸 将我打横抱起来 不是说生理期不舒服 怎么还光着脚踩地板 光脚踩地板是我的坏毛病 从前林恒生不知道说了我多少次 见我屡教不改 家里换了全木地板 光脚踩至少不冰 于是很多年 都没人因为这个书骨 陆朗将我抱进卧室 放在床上 再盖上被子 皱着眉看着我 我有点讥讽地笑 怎么 觉得姐姐不好看了 她摸了摸我的脸 不想笑就别笑 难看死了 她的关心和爱惜都那么赤裸真诚 我突然不知道该做什么表情 吃东西了吗 她问我 我莫名有点心虚 摇了摇头 她去厨房了 然后没多久暴怒地走了出来 手上提着这几天 我吃完没丢的外卖盒子 甩上门走了出去 然后没有半个小时 她就又回来了 大包小包向搬家 我站在旁边仔细看了看 竟然还有一只砂锅 她皱着眉 看着我光热的腿 又过来推我 你不知道现在不保暖 以后会有老寒腿吗 我被她推进卧室 扒光了衣服 然后还上一件T恤和一条长裤 既然有一个男人扒光我的衣服 是为了给我穿更多的衣服 我坐在吧台 看着路朗给我做饭 窗外滑灯出上 万家灯火 而我家也明亮温暖 桌子上是她带来的鲜切花 砂锅里炖着鸡汤 整咕噜噜的作响 米饭已经好了 在锅里保温 她正切菜 准备等货炒给我吃 路朗有种神奇的魔力 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忍不住响以后 这着实很危险 怎么 觉得我很帅 路朗抬头看我 露出调侃的笑 是啊 觉得你很帅 我拖着腮 看着她露出有点异味的笑容 路朗警告的看了我一眼 别惹我 她做饭的手艺意外的好 我们坐在餐桌前 一起吃饭 她给我盛了一碗汤 慢慢喝 我拿着汤勺 一点一点喝鸡汤 很鲜 一点也不油腻 热乎乎下了肚 身体也急急于贴 我喝了一会抬头 才发觉路朗一直在看我 怎么 觉得我很好看 路朗笑 觉得你像猫 有时候张牙舞爪 有时候人畜无害 别顺毛的时候又很享受 我放下空了一半的汤碗 可别总以为你很了解姐姐 路朗端起我的碗 路过我的时候 狠狠揉忘了我的头发 几岁啊 老气横丘的 我深呼吸 看待这顿饭 确实还可以的份上 我忍了他的蚕下饭上 路朗洗完碗 擦完地板才走 走之前 他扶着门框问我 还能再见面吗 我背套大门 看他干嘛 他竟很认真的 想了想 才说 吃饭 看电影 晃街 无聊 他嗷了一声 显得有点失落 于是我又说 看看有什么好电影再说 他又马上高兴起来 而不是只想上床 这证明 他想在生活里 与我正式发展一段关系 这是我计划里的第二步 十年前 我与宋妙可分道洋雕的时候 他正痴恋一个大一新生 从他入学 不管是军训走正步 还是篮球比赛 宋妙可一次不落 拉着我回学校去看 他买通了两个小学妹 负责给他通风报信 但他羞耻心还是有的 自称是学弟的表姐 要帮家里人看了点他 小学妹几乎是用看姑姐的心态 对他 尽职尽责地给他汇报消息 坐在林荫里 他看着学弟的绿色菌滋流口水 我拿着手机 回复林恒生的消息 坐在体育场里 他为学弟在篮球场上的 矫健身姿和尔猛爆发 尖叫不已 我拿着手机 回复林恒生的消息 教室里 他看着学弟的后脑上 想象他们以后的孩子 叫什么名字 我拿着手机 回复林恒生的消息 我一边网恋 一边陪宋妙可 吃恋他的小学弟 我太知道 宋妙可对学弟的 痴迷到什么程度了 于是我找人查 这学弟后来的情况 学弟很不错 对得起那么多人的喜欢 大学毕业就出国留学 还没回国 就成了原话大厨 回国后 被多家游戏大厂重金招揽 没错 这学弟就是陆朗 我之所以知道 宋妙可的痴恋还没结束 是因为他依旧关注 并点赞学弟的微博 在他的数十万粉丝里 做一个积极无名的基础 我了解宋妙可 他这人颇有些执念 他不行动 是因为这人已经离他太远 不是他打半小时出租车 就可以见到的人了 而我不同 仇恨给了我很多勇气 我从没问过 为什么陆朗会选择带走我 当晚很多男人围绕我 也有更多年轻漂亮的女孩 在陆朗身边留恋不去 我没问 他没说 我不在意原因 结果达成了 也就够了 我开始第三步计划了 第三步并不难 主要是恶心 但我还是捏着鼻子刃了 我开始聊拨林恒生 一开始 我装作打错电话的样子 后来我们总在从前 表现出来的释然与理解 让他完全松了神 宋妙可的优点是温柔体贴 每次他回到家 总有热热的汤面宵夜 他甚至会帮他放好洗澡水 再喊他去泡澡 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 甚至一些我不愿意的动作 他也甘之如意 但宋妙可在家是节语花 出门就成了嫩葫芦 朋友聚餐 他没有工作圈 不了解理财 不懂艺术 不会分红酒 吃不惯火腿 各种林恒生喜欢的生活方式 他都搞不懂 从前的朋友都惊讶于 林恒生气我娶他 想换换口味就玩玩好了 何必大伤筋骨离婚收场 渐渐的 林恒生也开始怀疑 自己曾经的选择 他想与我重归于好 于是总是说自己后悔 愧疚 我的目的并不只是如此 我又不是回收垃圾的 我是为了把信号 传达给宋妙可 比如 我特意藏在副驾驶家缝里的口红 比如在他生日的时候 把林恒生喊出来 到家里修我故意弄坏的水管 比如好意告诉他 给我的电话号码 备注成小张 但小张的电话响起的时候 他总要出门去接 这些都是一个女人 给另一个女人吓的 隐秘却确凿的战书 孙妙可并没有辜负我的期待 很快他行动了 结果就是 我顺利收到了 他与林恒生的结婚请柬 听共同的朋友说 孙妙可戒子上位了 林恒生当初把我折腾成那样 不过是想要一个孩子 孙妙可怀孕了 他怎么可能放弃 孙妙可亲自给我电话 亲爱的 我希望得到你的祝福 我常常一起去餐厅吃饭 或者在夜场偶遇 甚至过夜 只是过夜的地方 变成了我家或者他家 我们并没有确认什么关系 仿佛都在享受这段关系里 那种暧昧 却令人站立的张力 我其实有点心急 因为宋妙可和林恒生的婚礼 迫在眉睫 但我知道 如果此时我先走了这一步 可能陆朗会马上抽身离开 这时候就是谁心急 谁认输 谁身陷 但我不能什么都不做 陆朗习惯在周五晚上来我家过夜 如果我有事 会提前告诉他 几乎成了默契 到了周五这一晚 我明知他会来 于是盛装打扮 我穿了与他出见那天的黑色裹身长裙 钻石耳钉和项链 长卷发屁在肩头 陆朗说我这样 像海妖 能获人 于是他打开门看到我的时候 以为我是为他打扮 轻轻一笑就要亲身吻我 我无情地推开他 别闹 会哗的 陆朗这才看到我穿着高跟鞋 拎着高准备出去 他面无表情的 但我知道他心里已经生气了 你要出去 嗯 你没告诉我 我看到他手里提的红酒 安抚的摸了摸他的脸 抱歉 我忘了 陆朗叹了口气 好吧 几点回来 我在家等你 我看了看时间 大概要十点吧 哦 他也开始换鞋准备进屋 然后随意问了我一句 去干嘛啊 我站在门口 对着他嫣然一笑 去相亲啊 我看到陆朗惊乐的表情 然后轻轻关上门 我确实去相亲了 是朋友介绍的金龙精英 海龟 大气高管 谈吐很好 也很绅士 与我兴趣相投 如果不是实际不对 我倒是真想与他发展一下 是个很好的对象 于是他去车送我回家 并在我家楼下 帮我打开车门 扶我下来的时候 我俩显得特别登对 我回到家 陆朗果然还没走 他坐在沙发上一眼不发 仿佛在等我主动跟他解释 但我只是踢开高跟鞋 然后赤着脚 走到吧台去倒水喝 陆朗蹬不住了 他走过来把我抱起来 像抱小朋友一样的姿势 将我放在地弯 他狠狠拍了一下我的屁股 我发誓 我真的傻眼了 我没想过 35岁的高龄 还会被人打屁股 我惊恶地撑住他的肩膀 你干嘛 陆朗直接把我抱进卧室 将我狠狠丢在床上 扑面而来试吻 然后是逐渐升高的温度 他负气地扯断了我裙子的肩带 让这件衣服彻底报废了 然后惩罚性地 把我压在被子里 吻后 他气喘地在我耳边质问 为什么去相亲 我揉了揉他的头发 为什么不是男女朋友 我们都上过床了 你是想使乱中气吗 他确实很生气 于是身体力行地 让我知道他的情绪 情到深处 我又听到他喊我软软 确凿到让我事后忍不住问了他 我们第一天见面的那个晚上 你喊我的名字了吗 陆朗负气地转过身 给自己盖好被子 我不要跟你这个坏女人说话 我哭笑不得 我看着他的背影 心里有点复杂 晚上 无论无论我也睡不着了 陆朗 我轻轻喊了他一声 陆朗转过身来 将我抱在怀里 睡吧 乖有那么一瞬间 我想过将一切合爬而出 但我迟疑了 我无法接受的结果是 他知道了真相之后 转身而去 此时此刻 我无法分辨 怕他离开 是因为我爱上了他 还是因为没了他 我就没办法完成我的复仇计划 事到如今 就算要跪着 我也必须走完这段路 才能给过去写上一个句号 重新走好以后的路 孙廖可和林恒生的婚礼 如约而至 是个极好的天气 这大好日子 也是我能完成 最后一步的关键 我去敷衍 理所当然的 带上了我的心境 未婚夫陆朗 路上我才告诉他 今天的婚礼 是我前夫的 他用一种匪夷所思的眼光 看着我 仿佛看着一个渣女 想骂我 但难以启齿 我趁着红灯的时候 将他一把抓过来 狠狠亲了一下 不想去就下车 去就乖一点 他择了一声 抽出纸巾擦了擦唇上的口红印 散漫的说了一句 知道了 我挽着陆朗的胳膊 走进酒店的时候 接受了不少人的注目 我和林恒生恋爱五年 结婚五年 他的亲戚我都认识 他的朋友同事都与我相熟 甚至跟他很多朋友的妻子 都是好友 他们看着我到场 还带着一个关系亲密的男人 都不知道该摆怎样的表情 就连那对新人走过来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都有一点军裂 很明显林恒生有点受伤 但他要结婚了 没有立场说什么 只是看了看我 宋妙可脸上露出疑惑和震惊 连他的浓妆都掩盖不了这种震惊 甚至立刻就拖着林恒生走了过来 但他的目光不是在看我 而是在看我身边的陆朗 走进之后 宋妙可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跟我说 软软 不介绍一下吗 我笑 大方地介绍道 这是陆朗 我的未婚夫 宋妙可几乎一瞬间就软了腿 倒退了两步 如果不是林恒生扶住了他 他就要摔在地上 偷偷关注这边的人 都不太看得懂这剧情 明明该受伤的人是我呀 怎么看起来像是宋妙可 被抢了老公 后来 宋妙可虽然跟林恒生走了 却一直不在状态 频频看过来 陆朗第一次以我未婚夫的身份 陪我出席正式场合 平时的幼稚和吊狼当 全都收起来了 身世偏偏温存体贴地照顾我 我落坐在南方亲友区 身边就是与林恒生 共同的一堆朋友 他们观察了我们一会儿 然后举起背对我说 软软 希望你以后有个幸福的归宿 陆朗当任不让地拿起酒杯说 哦 他会的 于是一群人就笑了起来 气氛陡然轻松 仪式开始了 思义开始介绍 两位新人的美好爱情 虽然在座很多人知道事情 到时到如今 谁也不会出来杀风景 直到思义开始说 我安排好的台词 现在两位新人 也迎来了爱情的结晶 一个小生命 十月后就会降临在这个世界上 让我们共同举杯 祝贺他们 林恒生和宋妙可有点尴尬 但还是勉强露出了笑容 崩溃了的是坐在最前排的 林恒生的妈妈 我的前婆婆 他震惊地看着宋妙可 怒不可言 他喊道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这真是让人想不到 婚礼进行到一半 南方的妈妈不同意这桩婚事了 无论谁上去说什么 无论林恒生怎么跟他妈沟通 他妈就是不同意 但死活不说理由 最后生生气地晕了过去 一场闹剧收场 自然无法继续这场婚礼 但其实 不管林恒生他妈 因为什么不同意也没用了 婚礼之前 他们就领了证 宋妙可晒了朋友圈的 过了一周 满脸憔悴的宋妙可 出现在我家门口 我让他进了家门 他坐在沙发上 沉默了很久 然后才问我 是你吗 我轻笑 没承认 但也没否认 陆郎也是你故意的 我挑眉看他 你觉得呢 果然 他攥紧了拳头 气得满脸通红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看了他一会儿 笑了 看来他还并不知道 自己输在了哪里 于是我宽宏大量地说 你来照顾我 是因为我做了两次试管都失败了 记得吧 他似乎不明白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 但我还是继续说下去 其实并不只是我的原因 是因为灵横生惊弱 要不为什么我们丁克那么多年 他妈妈都不说话 因为他妈妈也知道他身体不行 宋妙可满脸苍白 不可置信地问我 那你为什么还去做试管 因为我背靠着椅背 无背无洗 像在说别人的人生 因为傻呀 太爱他了 舍不得他难过 也抱着一丝希望 万一有奇迹呢 宋妙可颓然地软了身子 他终于知道自己会在哪里了 他用双手捂住了脸 弯了腰 像一只受伤的兽 破碎的气音 从他的指缝间传了出来 你从来就是这么聪明 想要什么都唾手可得 教授的偏爱 同学的亲近 就连我最爱的陆朗 也总会将目光投过来 凭什么呢 明明一直一直追着他跑的人是我呀 我想去被他告白 结果他问我 学姐 你身边那些小姐姐的手机号 可以给我吗 太好笑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 我这辈子都不会为你们牵线搭桥 我心动一动 他抬起头看过来 满脸嫉妒 过了这么多年 你还是那么幸运 林恒生对你那么好 你事业有成 丈夫对你言听计从 凭什么 凭什么 这一次 轮到我拿走你的幸福了 这才公平 不是吗 我刚想提问 陆朗睡醒了 穿着一条睡裤 光着上身就走出来了 看到松廖可 他皱了皱眉 不满地看了我一眼 怎么不告诉我 家里有人 话落就要往回走 松廖可疯狂地冲到他面前 对着他说 软天丸根本不是爱你 他只是想报复我 我追了你很多年 他都知道 他故意接近你 只是为了利用你报复我 我的心被高高地扯在半空中 那一刻我才知道 我对陆朗早就动了真心 因为爱了 所以害怕 但过了一会儿 陆朗只是皱着眉头问了一句 你是谁啊 我和松廖可都愣住了 然后我忍不住哭吃笑了 松廖可失魂落魄地走了 晚上 我和陆朗坐在沙发上看电影 我靠在他胸前 忍不住问他 你真的不记得松廖可 怎么可能 我找他问了你的电话 他给我的是 就业指导中心的号码 我愕然 然后看他不爽的表情 哈哈大笑起来 过了一会儿 我又疑惑到 那你早就知道了 嗯哼 你怎么知道的 哼 所以那天晚上 你就认出我了 不然你以为谁都能带走我 我心软了 永生抱住他的腰 别生我的气 陆朗打我的脸 拖起来与我接吻 那就对我好一点 姐姐当时的我并不知道 几年后 我与陆朗走进婚礼礼堂 屏幕上播出照片视频 我第一次见到那些照片 是25岁的我 坐在校园里的各个地方的样子 我在笑 在发呆 在低头看手机 我记忆里没有存档的充裕 是我在校园里等宋妙客 他骑着自行车 故意把我撞倒 然后送我去了医务室 我没有听到他的心跳声 也没有注意到他温柔的目光 后来 我北上奔赴林恒生 而他找遍了校园 也没见到那个让他一见钟情 想要负责的学姐 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空里 他已经爱了我很多年 然后伺机而动 走到了我身边 重逢的那个晚上 你好帅哥 要请我喝一杯吗 没带钱还出来喝酒 不知道第几个姑娘杀鱼而归了 然而被同事们吐槽 不解风情的路朗 一向最讨厌生色场所 如果不是boss说了他好几次 他也不会勉强自己坐在这里 听说 知道他愿意参加这奇葩的夜场团建 公司发了一条微博 说会直播朗神夜场照 有病 路朗付费 好不容易熬到时间差不多 路朗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对身边的人说 我走了 同事想留他 却也知道他的脾气 知道他能留到 现在已经不容易了 况且 不少漂亮姑娘来要联系方式 换作别人可能欣喜若狂 路朗却只会烦躁 如今他一张好看的脸 几乎都要结冰了 于是同事点了点 头 行 我跟boss说 然而刚抬起头 就看到路朗站在身边 眼神灼灼地看向另一边 同事看过去 忍不住吹了一声口哨 调侃到 又 铁树开花 原来我们朗神喜欢姐姐款 他不知道的是 路朗心头的狂喜 惊涛骇浪般将他淹没 他找了他那么多年 默然回首 他竟真的在灯火阑珊处 晚安